哈!抢!先!爆! 反方难道大部分都是针对这个周洪旭 他垂身碟里面的东西就可以这样办案吗 这办案有没有瑕疵 第二个我看大家评论来评论区 越来越把周洪旭的情节关在王秉中的头上 那的确这里面我就不细谈了 那你认为你观察这个案子 真正的这个共谍 如果你是中共高层的话 你会物色像周洪旭这类的角色吗 而且里面写的天花乱坠 对连这个加个粉友都3K 见面1万私下约谈心5万 那四位现役军官 军人还是非常年轻的 他们这个按个赞就被拉去约谈 你觉得这些有没有一些这种 你自己也觉得匪夷所思 还是你认为就是要这样做 我觉得 这要看你对共谍是怎么看 其实他这一次并不是用共谍来判 国安法的大帽子啊 不是 所谓的共谍是说我刺探军事机密 或者是刺探国安机密 类似这样的东西叫做共谍 但是他国安法里面他是说 这个概念跟共谍不一样 他是发展组织 而且未遂 发展组织的意思 就是说我只要在台湾发展组织 我不一定要这个组织 不一定要牵涉什么机密 这个组织他未必会涉及到什么机密 但是我在台湾设立政党 或者我在台湾设立社团 或者我在台湾怎么样子 就做一些connection 这样的话在国安法里面 就算是处罚 所以他这一次的 周洪旭的事情 我从头看到 他并没有说 周洪旭你得到了什么军事机密 他和我们过去的共谍案是不一样的 而且国安法是 其实是比较新的法律 那我们过去的那个共谍案都是照刑法来判 那这一次的话是用国安法 所以他跟刺探军事机密 和这个发展组织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而且周洪旭他这一次 他其实不是 因为我们过去的那个共谍案 他部分是中共的 比如说总参 或者是中共的那个国安部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单位 也就是说过去的共谍他们都是受命于中共的情报部门 但是这一次周洪旭他是中共的这个国台办 那国台办其实他不负责情报工作 国台办他负责 他这项工作显然只是一个统战工作 发展统战组织 对发展统战组织 他不是一个间谍组织 那发展统战组织 这个在国安法里面 你这个就是违法了 所以大家现在讲的说 什么这些 好像周洪旭好像不是一个 看起来不像是这个情报人员 或者是说 糊涂情报员 一个大嘴巴 或者说谁谁谁不像情报人员 因为他这一次根本不是用情报人员去办 那所以类似像什么王炳忠 这些人 他们是属于就是 被发展组织的对象 被发展组的对象 而且他们实际上 从我目前看到的东西来看 他们确实是有 对安是有给他们经费 那个经费不是来自于中共的情报部门 而是来自于统战工作 可是文杰光是这个 所谓中共有没有给经费 这完全是取自周洪旭的随身点里面的东西 是 所以目前还没有起诉王炳忠 还没有起诉王炳忠 也就是说 那你说刚刚说拿了钱是什么意思 如果他写说一年一千五百万 检方是不是要调查一下金流 他当然会调查 而且王炳忠现在说这个是他的稿费 那个他就要去证明了 你要证明说你是你的稿费 那我相信检方会会针对王炳忠这个钱的部分 他会下去 而且王炳忠他说他都是拿现金 这个是蛮奇怪的一个事情 他去这个稿费 他说他那天来嘛 他就说他去领稿费的嘛 十几万的这个一次 你领稿费十几万你怎么带进台湾来的 你有没有申报 因为十几万的这个人民币 十几万人民币你已经超过台湾的这个申报额度了 张文健我刚刚也跟你同样的看法 如果一千五百万连续三年 要到北京去领线 那他怎么带进来 就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 那检方的起诉书我有看啊 他里面就写到这个啊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跑不掉了 跑不掉 你现在去做这些动作 这个喊冤或者什么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这个有金流的话 你必须要证明这个金流 确实是一个合法的稿费 那这个稿费 老实讲王米宗这本书到底有出没有出 我也不知道 有有有他那天有带来 有带来 他连那个出版社连那个书有 他有啦 对对对 他这个书真的有这么 所以哦 文健你有资讯落差 我也有资讯落差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全貌 没有办法看到全貌 这个杂音太多了 那那个看看电视 哇又被带走了 你说一下 他说一下 他本人说一下 这个会有资讯落差 所以检方说清楚了吗 光看这个起诉书 我说在里面漏洞百出 其实做的报告有点不进不实 有一些是你夸大你的工作成效 然后这个你也骗取一些经费 说实在是这样 那所以周洪旭的自己本身的说法 你可以作为一个证据 但是不能够完全 所以我相信检方这个部分 因为他现在是暂时先起诉这红旭 所以其他的部分他还是分案在调查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会慢慢水落石出 但是我必须要讲 就是说很多人说这个是 这个就我刚才讲的 他这个其实不是一个情报工作 了解 可是外界舆论 连我都感觉 这好像是在抓 抓那个所谓的情报网 破坏情报网 虽然你说引用的法条是那样 那还有一个就是发展组织 如果是发展组织 我们姑且先进度是说 所谓新党下面跟内政部立安登剧 那中华儿女的那个组织 还有一个王秉中承认是 他们自己成立的疗园 那个所谓的网站 可是不管他这个3000人 这个量大不大 如果都是在 一个是认识中宏兴之前 一个是新党自己的 好 那这样算吗 这个可以罗资进来说是 而且或者查清楚是 所谓中红区发展出来的组织吗 这个就看你有没有拿中共的工作经费 我觉得对国台办来讲 其实他很简单 他也不期望说 我大概理解他们逻辑 他们也不期望说 你们这个王秉中这些人 能够真的能够在台湾干什么 但是对国台办来讲 我必须要维持台湾一股有一股声音 这股声音是支持统一的 那这样才表示说我工作有绩效 我不能够让台湾所有的年轻人都是讲说这个天然毒 否则的话我这个国台办存在意义是什么 我这不是表示说我二三十年来工作 全部都是完全没有作用 就是要强化 然后要整个扩大影响 对我要放一股声音 然后要维持它的声量 要让它继续的存在 所以为什么新党即使它今天是已经在台湾 基本上是一个完全泡沫化的政党 但是它再到这个对岸去 它仍然是它必须要受的扶植的 很受欢迎的 然后都可以还还还 譬如说像王炳东 我还听说他怎么还见过习近平 有有有画面 因为他常出访嘛 所以对 所以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 为什么他们这笔钱 大家就觉得说 很多人就觉得说 那你给这笔钱 到底有什么意义 意义就在这里 它就是维持这样的一个声浪 那就像中共对其他 对西藏也好 对新疆也好 对香港也好 它这个东西都是常态性的在做的 只是说我们过去 过去我们的可能都怀疑某些 国内某些团体 大概长期都有这种关系 但是我们现在是 检方是比较明确 在讲这个王炳东 当然就是最后 最后我觉得还是要看他那个签 清流 对 我也是这样认为了 就是说 那文杰 最后我们就在聊一小段 我们就结了 那我也看到网路上很多人质疑民进党 就是过去不是想推翻国安法吗 可是现在国安法非但是存在 还大张旗鼓在办这个案子 我不知道民进党过去 谁要推翻国安法 就是走上街头啊 那个照片都出来了 就大家拉布条 然后其实应该是大家都非常清楚 而且知道的一次这个街头吧 而且不只为了这个一次 为了这些事情一次走上街头啊 那时候不是国安法的这个主张 或是存在大家都想推翻吗 你们民进党 你 你 庄岐姐你说这个老实讲 我没有什么记忆 我没有什么记忆 我在网路上看到最近一直在 因为在民进党的党史上面 我们最重要的是推翻当时的刑法一百条 也就是说那个 就李正元那时候的刑法一百条 他并没有从来没有从真正根本上面去反对这些立法 所以我不太清楚这个关键姐你刚才说讲的什么意思 这样子 但是我认为说那个国家安全法治 其实台湾已经太落后了 你看你看这个美国他现在在查川普跟那个俄国的事情 你从台湾的角度来说你会觉得很荒谬 很荒谬 一个候选人跟这个其他国家 就算有什么来往 就算有什么这个吃个饭 讨论一些事情 会有什么问题吗 以台湾的角度来讲完全没问题 但是从美国的国安法治来讲 你就是有问题的 我可以请出动特别检察官超到你天翻地覆 所以美国人他是全国最强的国家 但是他对于国家安全的这些制度是非常绵密的 但是我们台湾其实落后很多了 所以我反而觉得这边要加强才对 要加强 那这个各有各的修法的主张 那我们先出现电脑广告 我们再进别的议题 欢迎回到我们POP Radio POP抢先报节目的现场 那我们这个阶段重磅评论 我们邀请的是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梁文杰 文杰我们刚聊到这个时下发生的几大重要新闻 那我们接下来讲就是说 当然就是蔡英文总统跟赖清德院长 尤其是赖清德的院长的最新民调 那再跟蔡英文总统的民调 或是他们跟各自上个月或上上个月的民调相比 大家非常重视 那当然就是台湾民意基金会所做的这个新出的民调 是大家多所引用的 你也看到其他像天下杂志的民调 那再往前推是美岛电子报的民调 你怎么看呢 赖清德院长签出行情是过了 就拿这个尤英龙他的语言讲说 哎呦他的满意度下滑超过一成啊 实在是难以置信 那蔡英文总统的声望更不用讲了 我觉得台湾民意基金会是尤英龙教授他主持的啦 那他其实我对他的那个研究方法 我还蛮蛮信赖的 所以我觉得他的东西是算是客观 那他这边也谈到说11月12月这两次 那基本上基本上就是为了老基法修法 没有别的更大的更多的原因 在我看来 那老基法修法然后什么功德院 功德院的标签看有没有 类似这些这样子 也就是说那你消失的 你这个消失的支持度 大部分应该看他的交叉应该大部分是年轻人 然后相对相对起来属于北部的 那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他必须我们必须要承认 就是说这个问题 真的是当当初我们在这个要 耐心得要推这个事情的时候 因为民进党就常见有说民调 就很清楚就是说六成多的人是支持的 然后三成多的是反对的 如果当初能够很快的把他推过去的话 这个事情他就不会继续吵 因为这个事情过了 这个修法过了之后 其实大部分反对的人他会觉得说 他其实根本跟他无关啦 这些修不修其实跟大部分的劳工是无关的 他是处理一些那种比较特殊状况的劳工 那所以其实大部分反对的人 他如果修过去了 大部分反对的人他也不会有切身的感觉 那这个事情过了就过 但是因为我们民进党当初在立法院 我们的立委 有些立委是扣誓啦 公平啦 就是说在委员会居然没投票 或者或者说去委员会现场 但是没有签名 没有投票权 类似这种 那所以你这个 这个 拖了一个多月 多拖了一个多月之后 你会发现就是说 这个这个网路上的这种声量不断的在 因为很多人 他们对劳机法修的内容 其实是不了解的 所以他当当以而传而的时候 很多就会发生变化 这样子 所以拉星德民调是因此受伤了 那但是我们从这个 他这份民调也可以看到嘛 你就算是如此 但是支持修正劳机法的 还是接近六成 虽然有下降 虽然有下降还是接近六成 那这跟我们民党中央党部 做的是六成出头 时间差不多 所以这个议题 我相信还是比较得到 大多数人的赞同 是赞成修 但怎么修 这个是有关民调的技巧 就是松绑 我们大概问的就是松绑 七修一松绑 或者劳机法松绑这些 那我觉得 这事情要让他赶快结束了 老实讲 这是一个马蜂窝 这是一个马蜂窝 但是你又不能不做 因为其实 赞金德他上台 他就讲说他要拼经济 就是他 什么解决五缺 一系列的 那其实劳机法的修正 就是跟经济有关 他其实劳动政策 就是经济政策的一环 那你不要把劳动政策 当只单纯是劳动政策 任何国家在讨论 这个要怎么样 这个提升经济效率 要怎么样 就绝对 劳动政策是绝对要被检讨 你像马克宏 这些上台 他要提出法国的这个复兴 他所有的经济政策出来 头一项就是 就是劳动体制改革 所以这个部分是不得不做 但是你做了 当然一定有反弹 不过我觉得民进党还是不需要特别的烦恼 就是说这一次过了之后 你再把重心回到这个 你你的拼劲机的主轴来 好好地把事情做一做 他克政有没有要再做这个内阁改组 不管小福大福 据你了解 我认为 一般人认为会 对 会 会 那府方跟院方强力否认干什么呢 又重到之前这个麦奎的这个人事案 啊用骗的 这个抒情不良 应该不是说所有的都是大改组 还是会有一些部会首长 那要改就跟他讲要改啊 对 你何必这两个双枪侠出来说 你们记者讲的不对 绝对没有 我觉得这样的严厉的否认 其实未必好 因为上次赖青的那个 要做院长的时候 就大家好像被骗了 还廉价的谎言 就这样子 所以这样不太好 所以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部会首长确实 可能 就大概我们 有听说 你听到的是 对 大概有听说 李大为嘛 因为如果高速的态都备位 这个我不能 我不能够说谁谁谁谁谁 这样不行 那这样跟劳基法优关的 像李美珠呢 我觉得李美珠他可能因为是健康的问题 健康的问题 可是因为他已经处理好了 不是吗 健康的问题 是也太劳累 或者说跟林泉跟赖青德交接 他可能站在位置上的尴尬程度 那所以 那个可能会 这个有改改改 应该小福改组 应该小福改组 因为如果你按照赖青德他上任 没有动什么人事嘛 那所以我们就未来 可能过年前 可能会一阵大猜谜啊 每次过个年都会有事情说出来 或传出来 所以这个记者的这个日子不太好过 那这个接待我们小ending之前呢 我再提到就是说 劳基法监察院是提出纠正了 纠正的行政院 这是我们观察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修一下这段广告 我们再跟梁文杰谈其他的话题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有棒重磅评论 邀请的是梁文杰 文杰 我们这段来谈选举 我们从花妈那本新书来谈起 其实上礼拜 要不是你有事 我们上礼拜我们就谈这个议题 其实郝端端的 为什么要出书 他一年以后才卸任 郝端端的为什么不找一个 真正主跑党政新闻的记者 而是找一个跑老委会的新闻的 这个杂志社的记者 我只要看其中某一页 王惠美他写着王美惠 我就知道他对政治不熟人 这个很大错误嘛 对不对 那所以我不知道怎么看 那直到今天的新闻发展 原先谢系 当然是被描写的主要的 针对性的目标啦 那你就看管毕临之后 谢长廷 家里没大人啦 谢长廷出来讲 而且话讲的蛮重 直到今天为止 赵天龄委员终于讲 他承认花妈这本书 其实对初选是有影响的 讲的是高雄市市长党内的初选 当然会有或多或少影响 不过我觉得很多 大家都是猜测就是 因为老实讲 不猜啊 我们看过书了 今天已经发酵了好几个礼拜 可以讲一讲吧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就是说 其实谢长廷院长 他不需要对这个事情 有那么大的反应 因为在这次的市长初选之中 其实谢院长的子弟兵 两个子弟兵 大概目前都是落后的 那刘世芳也落后啊 大落后啊 所以我觉得都不需要 都不需要反应太大 都不需要反应太大 那菊姐出出反应最大了 你看其实真正影响最大 是名列前茅的陈其麦 反应最不大的 他反应最不大 因为他名列前茅 所以他绝对不能反应很大 所以你反而是比较 落后段般的在反应很大 那我觉得陈其麦 就是表现的很大度 因为其实他 花妈这本书里面 有一些是写到陈泽南的部分 那花妈特别就讲到说 陈泽南在跟杨秋星 他跟杨秋星在竞争的时候 陈泽南是支持杨秋星的 杨秋星在那个张姐里面 也被打得好惨 那杨秋星当然就是说 对花妈来说 就是认为杨秋星就是背叛民进党 对人家都已经这么惨了嘛 对不对 哎呀其实花妈可以豁然大度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种状况就是这样 就是说领先的人要很大方 所以这个事情要云淡风轻 但是落后的人 其实也不需要很激动 对我觉得这是这样 文姐我看那书我都略显激动 因为有时候有一些事情是要不然采反 要不然有在现场或者说有知道的 你06年你有下去吗 我06年我身身力其境 对嘛 你仔细看 你有看过那本书吗 当然有啊 你会不会觉得他对06年的描述 有点不太精确 呃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他有一些部分是根据花妈自己的记忆 嗯 根据花妈自己的记忆 但是花妈自己的记忆 它是确实 如果你查当时的一些报道 嗯 那段初选的时候很多报道 其实花妈讲的每一件事情都有 嗯 每一件事情都有 但是时间上面 嗯 有一点错字 稍微有一点前后不对 其实调查采访 他应该问问梁文杰啊 问问谢长廷 问问管碧琳 或许会比较精准 不是只是一方的言论 或是你拿很多简报 尽兴媒体的报道 我觉得这个 这个因为你要口述历史 你要重回那段历史 比如你问问梁文杰啊 他可能提醒你这个地方有误 而不是是崩一下 哎三万多次 因为我不太知道这位记者 他因为他一方面是听花妈口述嘛 他一方面他应该要去别的地方查证了 对要采访 其实我这段时间我也在回忆当时的很多事情 然后我也找了一些当时 从这个初选前后的一些媒体的报道 各个杂志啊报纸的报道 其实我发现花妈讲的大致是不错 这样子没错 但是时间上面有一些差距 这样子稍微有点差距 就前后如果这样 对 但是我相信如果这本书的作者 他当时他在写的时候 有像我去最近这段时间去review的话 他应该会做出一个比较完整的说法 那你觉得现在搞成这样子 而且刘世芳如果是经过 这样一个大动作拉拔的话 就我来看一刀两刃 我觉得对他不好 你家讲说妈宝妈宝 他有个妈宝啊 一定要这样拉吗 对不对 而且离花妈退休之前还有一年 这不能算是退休前 所谓卸任前的一本专书 急什么急啊 对不对 你觉得呢 那还有一本吧 是不是 哇 就说说这本 卸任以后了 卸任以后还有一本啊 好像还有一本了 真的 真的 但是我还是这样讲 就是说 我认为这个这本书 因为他谈到那个政治的部分太少了 大部分都是在谈高雄的建设 谈政治很多了 其实不多拉 你以整本书来讲他谈的不多拉 所以我觉得对花妈来讲这个是他的这个怎么讲 他就再三讲讲过好多次 他就是不要说等到退休之后还像还像有一些这个退而不休 只指指点点这样子 所以他是要把他的这个等于是他他就是把这个高雄市长这个当作他的人生的ending啦 嗯 最后一战了吗 那他可不可能去当党主席呢 我我认为很比较困难 你认为比较困难 对我认为比较困难 其实有没有可能就是说 蔡英文总统他的声望再拉不起来 真的 不要不要说有什么阴谋论啦 好就是说 呃 选民会由下而上的会呼吁就是说 那是不是呃 换人胜选比较高 因为以胜选为考量 那最好的组合啦 其实梦幻组合我自己自己遐想的 赖清德现在真的是个太阳啦 那有些人会讲那赖清德是不是推出来 那呃花妈卸任以后 呃他他做个母大姐 对不对 他做一个民进党的党主席 蔡英文总统不要兼 会不会有这些未来的政争可能性 我觉得政治人物到了一定的年纪 会有两种状况 有一种有一种是人家很希望你赶快退休 是 有一种是人家很希望说你不要退休 那他属于哪一种 那我觉得现在是很多人希望花妈不要退休 啊 对现在很多人是希望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他主观上并不是这样想 对我听你一路讲都是这样 对对对对 那主观那客观呢 你你保留一个可能性嘛 那客观上就是看大家那种不希望他退休的那种 那种气氛跟情绪到底大到什么程度 达到说他他他他觉得这个没有办法 还还还得他撑个撑个一下撑个一两年大概是这样的状况 文杰我一直把你看成全国性议题的一位这个评论的一个强将 所以把你放到中邦评论 那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以前你是民进党中央政策会的副执行长 你那时候接触就是 所以但是你还是要连任毕竟是台北市议员 不能老是把你当立委或是其他的这个文胆或是幕僚 智囊 所以敢问你未来连任之路 你对手会碰到最主要的这个 我觉得民进党这一次在在市议员选举 最大的问题是时代力量的挑战 因为时代力量他的虽然每一区的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知名度的候选人 但是时代力量有他的这个政党的支持度 他的政党的支持度在目前看起来 这次有跃升八点多了 在每一区在台北市分区来讲的话 他可能都会造成民进党掉一席 都会可能造成民进党掉一席 他这个状况有点像当年的新党出来对国民党的冲击 那个时候新党不是只要出来就都会叼 对对对没错没错 对所以我我觉得对民进党来讲 这一次最大的挑战是时代力量 不是别的 对那果然这个有李建昌之论 李建昌说如果像母亲没有的情况之下 谁能够戏吗 自己联合配票或者是联合竞选的话 每个每个形式就少一万票 那如果说又有时代力量 您这样的一个分析打点的话 所以这次情况可观了 对我觉得民营党在台北市的议员选举 是比较不乐观的 没有像上次全雷打吗 上次全雷打是因为 行政区 确实那是民营党是已经选到最好的状况 上一次 那这一次的话只会往下掉 所以我们最后议员的每一个人都要战战精进 战战精进 因为你都不知道说 假如说每一个地区都会落选一个的话 你不知道那个落选的会是谁 因为多许次的选举 你可能上一次 有高票落选的都有 你上一次也许得最高票 这一次大家觉得说你比较不危险 然后票就支持别人 那你可能就落选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 大家每个人都要战战精进 所以就平常就要告急了 今天非常感谢梁文杰接受我们重磅评论的邀请 那非常感谢文杰 我们先休息一下近段广告 马上进行我们第二小时的节目 谢谢大家